原标题 就上海三大非邦老大不同结局 一位惨遭枪杀 一位被活活吓死 最后一位重新做人得以占中当时的上海贪 黑毛大赌月生富如皆知 而另有俩人也是恶民远洋 他们就是黄金荣和张孝林 俩人和杜一起被人们称为旧上海三大亨恶有恶报 随着世事变迁 三大亨终于走向穷途末路 张孝林被保腰枪杀 1937年11月初 上海全面沦陷 张孝林公开投敌 常害同胞 变成了小日本的走狗 蒋介石见状只是他手下的13太保之军统局长 戴利宇以制裁 戴利宇是向前仆在户上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公树 发出了针对张孝林的除奸令 陈公树与行动组长陈默决定收买张的保镖林怀部 林怀部是山东人 当时才25岁 战将法超群 摆布川阳之宫 是张孝林的贴身保镖 陈默给林怀部灌输民族大义 并给了他5万块年元 零点酒饭 决定枪杀张孝林 1940年8月14日下午一时许 张孝林正在二楼客厅与西伯局局长吴建成谈生意 突然听到下面吵骂不休 扰乱了他与客人的谈话 于是张孝林忍不住站起身来 跨布窗前立声恶吻吵什么 张孝林其实 这正是林怀部要下手为了引蛇出洞专门找借口和楼下的司机发生了争吵 说是持那时快 林怀部迅速拔枪对着张孝林一甩手 怦然枪响 正中张孝林念门 张当场毕命 黄金荣 重新坐任黄金荣和杜月生是好朋友 1949年4月26日 杜月生来到黄家辞行 劝黄金荣也去香港 可此他乡谁也不愿意 更重要的是黄金荣的财产有大部分是搬不走的不动产 如大世界游乐场 自取为皇家花园的皇家花园等 中共方面则通过张世昭的夫人和潘潘年传来信息 希望黄金荣留在上海 他如能真诚拥护共产党 不再与人民为敌 一定按既往不就的政策对待他 黄金荣最终决定改恶从善 留在上海 并寻试徒子徒孙收敛行计 给自己留条厚度 上海解放后 黄金荣常去大世界门前打扫卫生 以示通过劳动改造思想 重新做人 并口售一篇回货书黄金荣自白书在报纸发表 成了库上一大新闻 黄金荣虽然与以前相比落差太大 但黄金荣的晚年生活还算安稳 可惜傅李智清卷了一大笔款资去了香港 让这位曾经的黑毛大心情很不舒畅 杜月生 活活下死抗战后 杜月生自以为劳苦功高 想让蒋介石给他个上海市市长的职位过过观影 对他早有看法的蒋介石 这些可让他名正言顺重新称霸上海 使上海成为游离与中央政权之外的独立王国 于是决定趁着日寇投降接收重建上海的契机 加以意志 蒋对美明确表示对黑帮一路取缔 三大战已结束后 看到蒋家王朝气数已尽 杜月生开始谋利取从 虽然中共方面通过黄炎培等劝他留下 但他自己感觉和共产党作对二十余年 特别是412反革命政变 杀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以及众多共产党人 可谓血债累累 留下能有好果子吃吗 而跟蒋介石去台湾还不是寄人篱下 经过深思熟虑 杜月生选择了有自由港称号的香港 于是台电开始为朱走香港做准备 买了杜美路上的一处公馆 去香港买下了杰尼地台18号的一处小洋房 而蒋介石一心想带杜月生去台湾 1949年3月下旬 杜月生一回到上海 就被蒋介石请去南京 对他说 上海看来是难以守住了 杜先生应有所准备 必要使邪家小去台湾 4月21日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 23日南京解放 上海岌岌可危 在凤华西口老家的蒋介石 仍念念不忘杜月生 电令上海市长吴国珍警察局长毛孙等 力劝杜月生去台 而这时杜月生已经决定去香港 便趋于尾夷 暗中准备赴港 杜月生4月27日 杜月生恋恋不舍离开了他一度称熊的上海滩 经六天海上颠簸 传递香港 到香港后 杜月生的地位一落千丈 又不能像上海一样大把大把地挣钱 日子过得很不好 心情也很差 整天呆在家里喝茶听收音机看看报纸 再或是向小老婆孟小冬学唱京剧 孟小冬 京剧演员 和海南方离婚后 嫁给了大他二十多岁的杜月生 是典型的老夫少妻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 仍然对这位大亨念念不忘 派出于红军 红蓝柳等赴港游说 杜军以及定缠身为游推剧 游说不成 蒋便恼羞成怒 采取神经战恐吓他 而正是蒋介石这种恐吓的战术 竟把这位称雄上海滩几十年的霸主被活活吓死了 1951年4月初 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传话给杜月生说 中国共产党正准备与香港的英国政府交涉 打算把他押回上海 在清算412政变大会上批斗 同时大陆特工已经潜入香港 如交涉不成时 就将他就地处决 杜月生信以为真 极度恐惧 寝室不安 中肌悠成疾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心脏病 当年7月 他中风偏瘫却拒绝治疗 8月16日下午 这位曾称雄于上海滩的大坑在极度恐惧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